国内消息来看到美国加州上周五爆发的野火 到目前为止已经烧毁了两万多公顷的林地 而这一场被称为麦金尼的野火 由于火势是蔓延相当迅速又没有得到控制 已经迫使两千名的居民撤离 而且还摧毁了房屋跟关键的基础设施 幸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接获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 而麦金尼野火也是加州今年最大的野火 之前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附近发生的野火 已经有64%得到了控制